汪用和 郑诗诚 讨厌的男人有四个特色 就是第一个长很帅 第二个看起来很年轻 第三个文笔很好 那第四个就是声音又很好听 只要四个特色里面 其中一个特色我都很讨厌 何况他不止这四个特色 你怎么也在批评吗 总统 他还有一个特色 老婆很美 老婆很美那我没办法 可是那其他四个在他身上 我就很讨厌 而且我们还没介绍他自己就出来了 没办法 因为他也是知名的主持人 对 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心情 这个声音特别的愉悦 对因为真的是 这个朋友 帅哥 认识他好久了 我一定要讲一下 可是我认识他有二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了吧 我跟韵何也认识 最好是 我今年才三十岁 我认识你四十多年 你完蛋了 这个节目等下到此就结束 我跟你讲 我真的要讲 他真的变好多 哪里变了 真的变好多 变胖了 变到我都觉得 我快不认得这个人了 我常在想说 你到底是谁假冒的 你说 因为他真的越变越好 不变的是 他一直都非常的善良 非常的温暖 但是变的是 他从一个那种虚无的 虚无主义者 然后变到现在 就是非常的阳光开朗 而且更 对人对视更温暖 那这本新书 就是因为刚才提到 他老婆很美 然后写了这本 终于写了这本情书给老婆 叫做 我该怎么对你说 《日常及永恒》 《蔡师平的四十封浪漫情书》 昨天才刚刚扑获上市 今天就来上我们的广播节目 我跟你讲 如果你追女朋友 如果追很久追不上了 买这本来看 第二天他就疯狂爱上你了 我随便讲一句 随便讲一句 不照抄怎么行 他说 我该怎么对你说 岁月不过让你一发 令我迷恋而已 我该怎么对你说 你才是那灯火阑珊处 牵我手的人 哎呦 甜的要流出蜜来了 来先给他打个招呼吧 你要再有心点吗 我该怎么对你说 就这样聊下去吧 管他天荒还是地牢 哎呦 可以吗 这我跟你讲 用和这女孩子 还有不崩溃的吗 是啊 而且是用视频这么帅的人讲 好了 自我介绍一下了 好 两位主持人好 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世平 很高兴 很高兴 这个书出版 在自己的熟悉的电台里面的 两位熟悉的主持人 来做手打书 你这叫手发团 我该怎么对你说 对 哎我跟你讲 蔡世平当然就说 从很久很久 他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有名的才子 对 又帅的这个帅哥 对 但是你知道 他其实情怒也算颠簸了 对 碰到我太太以后 有吗 你情怒也颠簸吗 颠簸 颠簸 哎 我跟你讲 可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 所有的天下男女 都应该去买这本书来看 为什么 因为女的买了 看了以后 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男人是可以改变的 对 男人买了以后 至少 当你长枯思绩的时候 就像施成 跟这个 食品嘎讲的 抄两句 至少挺好用的 对不对 真的很好用 而且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 你知道用何 那个那集节目里不在 我跟这个视频录春节特别节目的时候 他说有一次 有一年 他除夕夜没回家吃年夜饭 为什么你知道吧 失恋 记得吧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一段 别说了 那天 那天 在年夜饭之前 还是 还是 还是在我面前 两位 你们的节目 因为收听率很高 我太太中午出来 只要是在路上 她都会听的 所以 书伟这一段不要听 什么叫做只要出来 在路上都会听 而且还有一点 在家里 APP也可以听好吗 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我跟我太太 结婚以后 很奇怪 在认识她之前 所有的记忆 都消失了 我就知道你被外星人绑架了 都变空白 好我要讲了 真的是 因为其实 在路上之前 真的是 对于爱情 是比较 比较有一点灰色的感觉的 对不对 就是尽管 尽管大家都觉得说 你当然绝对是爱情常胜君 你当然绝对是 这个人生胜利组 可是其实 如果要你走入婚姻 你其实是会有一点惧怕的 对不对 对啊 那是因为从来没走进过 对不对 碰到我太太又走进来了 才发现 原来 原来世界上这么美的老婆 原来 我太太漂亮 这单子没有话说 那已经不用提了 那是个背景因素了 她就是漂亮 尽量强调 没关系 但我太太 教了我很多了 因为我们两个世代不同 年龄差了快17岁 然后价值观也不太一样 她是在一个 备受宠爱的 两姐妹的环境里面长大 我是一个我们家放牛吃草 四个小孩 对 我老妈老爸 从我小的时候都是在工作 了解 我们都是自己各顾各的 那你想想这种价值观也不一样 对 但是也就是婚姻中磨嘛 吃成啊 用何 你们自己在自己的家里应该都知道吧 就是磨嘛 慢慢磨 慢慢磨 但是我是觉得了 我在写这个四十封情书的时候 最主要是因为 我太太去年要过四十岁生日了 我对这点很有意见 人家明明看起来只有二十五 你为什么要说人家要过四十岁生日 我太太 我当初要写这个时候 我太太有一点犹豫 就是说 真的 大家每天都 每隔几天就要被人家讲一次 说 你太太四十岁了 完全不像 完全不像 但是我太太有个不错 就是说 她也觉得那怎样呢 对不对 反正四十岁的时候 老公为她写了四十封情书 是啊 然后 巍巍的到来 两个人的生活了 相处了 这本书好看 好看在第一个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好看 就是说 第一个她很生活化 好看 我几乎讲的都是很生活的东西 真的 比如说 除了第一句 开始那一句 比较不太生活之外 哪一句 哪一句 每一句都不太生活啊 我再讲一句 我该怎么对你说 是你拉住了我 拉回我对你心跳的触动感 你比平常会这么说话 你敢骗 你敢骗轻耶 但写情书的时候 你一定是这样讲的 可是我跟你讲 这种书真的对女孩子很好用 你讲的表示 第一个 你有造诣 还不能说造纸 第二个 你真的 真的对我很有感觉 对不对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两位会同意 我以前在世心教过几年书 教一个亲密关系传播 我常会跟我当时的学生讲 语言就是一种沟通 你越丰富的语言 就越让对方知道 你在传达什么 丰富的爱 对 比如说好了 简单的讲 如果你只会跟他讲说 我爱你 然后对方说 我也爱你 每天这样讲 那个我爱你 三个字就变得很空了 你要怎么爱对方呢 你为什么今天很爱我呢 你在什么时候 如果我再描述一下 你在对方早上起来 两眼惺忪 然后嘴巴还有一点隔夜的嘴臭 但是你那时候 靠着他身边跟他讲说 我爱你哦 老婆 他就会感觉 天哪 在清晨的时候 带着一点嘴臭 眼角还有一点点 对不对 眼屎 然后你竟然说 我是最美的女人 你看这种描述 就跟你平常讲一个 我爱你这三个字 很不一样了 在他穿上华服 化好妆了以后 又不同了 对不对 听众朋友要写起来啊 我真的一定要讲 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 蔡世平婚前的那个部分 是因为 其实他提到 他跟书伟 是真的很不同的世代之外 书伟是非常养光的 我婚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跟运和都是好朋友 所以运和婚前 很长一段时间 也常跟我 我们就常在吃饭 你们在讲什么东西啊 我们叫师兄妹 叫师兄妹 你是想要 对我只是暗示他 对 你很八卦 不要透过太多是不是 对啊 好我要讲的是说 婚前的蔡世平 其实真的是 比较 比较 忧郁小生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 他其实对很多事情 对他其实对很多事情 感觉起来就是 没有那么的 那么的开朗以对 可是就是因为 你刚才提到 你跟书伟 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家庭 他很开朗 形塑出来的孩子 所以对 书伟是个非常阳光 非常开朗的女孩子 所以连带的 让你在这段婚姻里头 就慢慢的 越来越影响阳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愿意 写下这本书 然后而且 你会把它写得很日常 因为我觉得你的改变 就是一点一滴 从这日常生活当中发生 因为一定 你一定要影响阳光 否则的话 你背对着他 你就不知道 哪一个地方会被K一下 对 所以一定要面对阳光 所以我说啊 这个视频 如果说照你说法 如果之前是黑白电视 后来就彩色电视 对不对 所以啊 可是我觉得 这一点也很重要的是 因为视频自己本身 他在书中描述说 他其实是个野良犬 对不对 哪里 对 我有用个比喻 野良犬 其实我觉得这三个字 非常 什么叫野良犬 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叫流浪狗 日本人叫野良犬 意思是什么呢 他虽然是野 野狗嘛 但他是个良犬 本质上是 是一个善良 是一个善良的 对 那野良犬 你晓得很麻烦的 野良犬 大概被黄黄如上家之犬 孔子在两千多年 就这样讲了 可是你真的要收容 这个野良犬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 那个狗呢 就会焦虑不安 因为他会怀念那种 在路边wandering的时候 对对 在路边wandering啊 或这样这样 他会怀念这一个 那我觉得 你晓得 对一个男人来讲 就有点这样复杂的感情 但是 但是 做一个家情 家畜是 是愉快的 被训养是一件好事 对对对 不然我不会这样子 心平气和的 写出这40篇 日常生活的情书 对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这本书 真的非常值得 大家一看 而且看完以后 你会觉得 人生是有希望的 如果蔡世平 都可以这样改变 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 是改变不了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遇到书尾啊 再怎么样的野良犬 最会变安侍犬 那也不一定 你以为 你以为 你以为像任何这样 如果真嫁了金城武 或像你这样 争取了林志玲 你就一定会 非常野良犬吗 我不知道 我愿意试试看好了 我也愿意试试看好了 不是 问题是我愿意 人家不愿意啊 没发生的事 不要再评论了 我第一就是说 为什么很难 因为你婚姻中 有太多的 的那种调和 调试 比如说 我就说你真的 跟金城武在一起了 金城武的某些习惯 你也不一定喜欢 对没错 你不一定喜欢 你如果发现 金城武原来睡觉 也会打呼 对不对 你可能就已经觉得 他为什么会打呼呢 那最多你只能说 他打呼的pose 比正式很好 最多只能这样 或者当你发现 他这个不刮胡子的时候 其实让你感觉的 不是帅 而是邋遢的时候 对不对 可是我不刮胡子 我老婆可能就会讲话了 你这几根毛 刮的吧 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 有一句话说 相爱容易相处 我觉得 蔡史平的这本书 真的其实 告诉大家的 其实不只是相爱 当然你这本书里头 充满了浓情密意 可是我觉得 其实还谈了 相处的点点滴滴 对 就是我希望是 基本上还是个夫妻相处 但是呢 它是比较文学的笔法 比较文学的笔法 因为它情书 它总是在 可是情书你不可能 一直在讲说 我爱你 你爱我 你一定要描述 多爱 我就描述 那个生活的细节 我太太可能会注意到 她很惊讶 就说我注意到 这么多她的细节 比如她买花回来 走过那个客厅 然后一个人在那个厨房 把那个花 一刀一刀的剪 这种细节 我就很困难 他会弯腰下去 挑一根 挑一只高跟鞋 我就会猜得出来 他今天是 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因为他大概 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他会特别穿 这种比较高的鞋子 了解 我大概就知道 我就可以猜出 他大概穿什么样的衣服 因为他鞋子高 大概要穿礼服 好了 那个 施萍 我很爱你这本书 我也很爱我们的广告 我们休谈一下 休息一下 待会儿马上回来 12点21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北六星 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郑施成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 是蔡施萍 施萍有谈这本新书 我该怎么对你说 日常及永恒 蔡施萍的40封浪漫情书 当然是给老婆林树伟的 也是给所有对爱情不失望的朋友 就是我讲的 看了这本书 千万要有希望 因为如果连蔡施萍这样的男生 都可以变成 从一个野良犬 变成一个完全的 他刚刚提到 安事犬 对被训养 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 真的 大家都要有信心 不过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跟他提到野良犬很适合 因为蔡施萍 不管说他再怎么样 让大家觉得说 他好像在那边 晃晃荡荡 这个悠悠晃晃的 可是他其实 他本质是非常非常善良 跟温暖的 所以他一旦走入了婚姻 在走入婚姻之前 他会有很多犹豫 可是一旦走入婚姻 他其实会愿意 把这个婚姻关系 经营得非常好 但是 即使如此 其实你在书里头也提到 你们这期 就是婚姻初期的摩擦 还是很多 比如说 你还是很喜欢独处 现在还是啊 对 就这个部分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们 你们怎么去克服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太太 真的很不错的是说 她一旦的话 你的空间就有了 比方说 刚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 我那时候还住在 东华北路嘛 一个小房子里面 他常会礼拜天的时候 找不到我 那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在哪里哪里 他不相信 我那在哪里 我就在中心百货 中心百货里面 一家小咖啡 为什么找不到你 你没有手机啊 因为他觉得 礼拜天的早上 你一个人就不见了 你是要干嘛 我就在中心百货的咖啡厅里面 磕咖啡看书啊 写东西啊 一个座座一个早上啊 中心百货 那已经很久了 就很久了 结果呢 他呢 就刚开始几时 他就来 来了几时以后呢 坐在旁边 你晓得 陪一个看书的人 你坐在旁边 是很无聊 是很无聊的 如果你 当然我他也会看看杂志 看看书 可是他也许就看个一小时 他觉得差不多了 可是我可以一坐坐一个 三四个钟头 我可以三四个钟头不动 那他就觉得 啊 在那边有个看我一下 然后翻一下 这个书怎样啊 然后呢 站起来走一走 就变成彼此 其实都没有办法担心 最后他就说 那不然这样好了 十二点钟 我过来找你吃饭 他以后就变成这样 就讲好 就是我们看到十二点 我过来找你吃饭 下时间他就跑掉了 去逛逛啊 走一走啊 那我觉得这就是调试 再比方说 我的书很多很乱 我们前面几次租房子的时候 每次为了这个书的事情 都会伤脑筋 他后来还卖过我的书嘛 就是卖给那个 茉莉 茉莉二手书店 卖了一大批 后来呢 我们也吵过几次以后 他就定了一个游戏规则了 就是所有的书 不要离开书房 离开书房他就丢 他就收 你知道不离开书房 在书房里面呢 他就容忍 所以我们书房的书 就像那个救书摊一样 那书都叠起来 你会不会以后 你们这个房子 最大的一间是书房 其他地方都笑笑的 但是 但是我们不会哦 我们现在后来 搬到自己的房子以后 就只有在书房里了 书全部堆在里面 然后差不多定期 就清一下 门打得开吗 还可以打得开 那是他有一天 那个书伟说 老公你们在门口看书 里面我进不去了 那我的意思说 这就是 这就是 双方在磨嘛 在磨出一个规则来 我觉得我太太 所以我后来写这本 这个四十封情书的时候 我其实是想 从日常生活里面 去跟大家讲 情书这种事情 不是光嘴巴讲说 你有多爱啊 有多爱 而是说 那你怎么去爱 你要观察细节 在细节里面去 比如说好 我随便举一篇 我有篇文到我讲说 我该怎么对你说 就这样聊下去吧 管他天荒还是地牢 对 就聊天 聊天这个事情 说夫妻之间 聊到一个程度以后 聊什么 像我最后跟我太太 就我们就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就喜欢 坐在一起聊天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谈恋爱 还有到后来 刚刚结婚 我们常常就会 在那时候在长安东路 我租房子 我们就常常会拎着 一瓶红酒 走到那个茂园 这个台菜馆 坐在那边就坐下来 点几个菜 然后一个晚餐 吃两个钟头 白瓶酒喝完 然后两个人在摇摇晃晃的 观光市场买买水果 再回去 你说我这么东西可以聊吗 其实就像我说的 你也只不过就聊聊 我家里怎样 然后你家里怎样 然后你工作怎么样 我在工作怎样 可是你晓得 这种聊天就意味着 双方会跟得上 对方的进度 不会说 隔隔一段时间后 老婆突然间 讲什么事情 你突然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那你想 愿意聊天 就是让两个人感情 一直走开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真的 其实为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说 远距恋爱不容易维持 就是因为远距恋爱 它少了很多这种 你可以聊琐碎事情的 那种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看似日常 很寻常的一些的 这个事情 小事 或者是交谈等等 它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爱情 一直不断往前走的 一个这个基石 或者往上增高的一个基石 但是我想问的是 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就是说 因为像你刚才提到说 第一个 其实你们个性很不同 第二个 你们的世代 真的其实也是不同的世代 然后很多人也在讲说 就算没有这些差异 其实很多人有时候都会讲说 结婚了 虽然是成为一个家 可是我还是可以做我自己 我要有我自己的独处空间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们结婚就是变成一个一了 所以我们什么都是要 我们我们一块 所以我们你们 我你 在这个部分 之前 其实曾经也成为 成为你们吵架很多的导火线 对啊 我在这里面 书里面的四十封情书里面 有一篇情书第十二篇的时候 我就想 我说我该怎么对你说 你值得我在慢慢长路上 问你一路歌咏 我其实就要解决一个 处理一个问题 就我的性格是非常我的 我太太的性格呢 或者是应该讲很多的女生 都觉得婚姻感情应该就是我们 可是我我我总是喜欢在我跟我们中间保留一个界限 我觉得我发现很多男人都都是都会这样 我有观察观察很多男性的特质 你不要看他到其他男人特质 我觉得只有你 你特别严重 通常有些男生可能更严重 他只是不讲而已 那为什么这样讲 就是说男生基本上会认为说 哎 我们把那个关系讲清楚了 界限讲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 那什么是我 什么是我们 可是女生会觉得说 我跟我们之间 有时候需要这么样子的清楚吗 我不就是我们吗 我们不就是我吗 那我就在这边有讲说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部分真的很辛苦 可是呢 后来慢慢慢慢的 我就发现到 我在我太太身上看到了 你知道他就是会用很多热情的部分 去化解掉你我 我们之间的差别 最后到最后 就把我们的那个部分的比率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在书里面 有时候就会就就反反复复的在想 想这个话题 那又比方说你刚刚讲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在这个情书的最后一篇 就是要完结篇的时候 第40篇 我的题目叫做 我该怎么对你说 你继续做你自己 而我们一定可以持续爱恋 直到未来 我其实我想细心的朋友会注意到 我在第40篇的时候 其实还是跟我太太讲 我们大概有些部分 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的处理掉 我或你那个差异 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一直走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那一块 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也知道 我们中间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那个差异 可是因为我是你的先生 你是我的太太 我们有了共同的小孩 我们有一个家 我们会用这个部分去化解掉 我们不同的部分 所以我才说 婚姻难不难 婚姻其实真的很难 但是婚姻难的地方 更难的地方是双方不愿意去调整 去对话 不愿意去继续的为未来 做出一些承诺 那才最难 否则的话 其实在我来看 其他东西都不难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在这段婚姻关系里头 身为你们的好朋友 我这样看 我觉得书伟是用他的热情 用他的阳光 其实一开始是有点拖着你往前走 可是这样拖着拖着 因为你的善良的本质 因为你 你愿意对这段关系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所以后来你就跟上这样节奏 这样的脚步 然后现在就并肩而行 然后就是 就觉得是走得非常的和谐 我的书也变得更多 他现在很会跑步了 我有时候还是不见得追得上来 对 这个两个现在又都很爱好运动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 各位听众朋友就说 这本书不是蔡思平跟林书伟相处之道 他是一个通子 放到任何夫妻上面 你都可以这样住 就是我们这种相距快17岁 然后我这么孤僻的 有一点的孤摸 都可以相处这么好 都可以在婚姻感情中 试着摸索出一些规则的话 那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试试了 当然可以看看我这个书 里面有很多还蛮动人的文具 真的 而且我觉得其中一句 我就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蔡婷说 爱是一种习惯 婚姻只能够在爱的习惯上 勇往直前 我太太那天带小孩在游泳 他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特别把他拍下来 跟我说 哇 这段好有感觉 我说是你教的 你当然有感觉了 你看多么的甜 没有 你看都有糖了 你看 你不觉得吗 爱真的是一种习惯 是 是 在这上面奋勇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 非常值得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谈的是 有些人说 对呀 我对他爱有习惯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他好像伤害我也成了习惯 然后或者是 我觉得他好像对我没有那么的忠诚 或者是我觉得他没有把我那么的放在心上 等等等等 会担心很多 是 可是他今天也要告诉大家的是说 其实你只要一天天的 一夜夜的 把现在过好 你有了今天 你就会有明天 对 我们待会来聊 POP抢先报 哈喽 时间是中午的12点34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期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永和 我是郑诗诚 来到现场是蔡时平 视频谈谈这本新书 我该怎么对你说 日常及永恒 蔡时平的40封浪漫情书 这40封浪漫情书 当然是写给书伟的 献给他的40岁生日礼物 但是蔡时平也说 要献给这些对爱情永不失望的男男女女 我真的觉得 很多时候人都难免失恋 可是在你失恋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不会想到说 有一天其实你会在一个对的时间 碰到一个这么对的人 所以蔡时平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他去想了 当他大学的时候 当他高三的时候 书伟才刚出生 对不对 你那时候断然不会想到说 在宜兰的那个医院里头 然后你曾经去造访过那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居然你的妻子 就现在躺在那边哇哇大哭 对不对 我在这里面 所以我才说日常 这是一个日常情书了 我写的其实都是日常生活里的很琐碎的事情 比如说大家一定会 我其中在情书第20篇 我就说我该怎么对你说 原来一切是注定 我相信了 为什么呢 我会在想 比如说我们回头想 你为什么跟这位老公或者旁边打呼的这位先生 你跟他结婚了20年或者15年 那我为什么娶了我太太14年了 那你再回头去看 好像一切是注定 比方说 我在文章里面就讲 我如果在我小时候出国一两次意外 我说如果那两次意外我发生意外以后 我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没有后来的婚姻 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我都顺顺利长大了 我到了大学或者毕业以后 我像我的某些同学一样出国了 那为了要出国就结婚了 那我也不一定碰到我太太了 现在的数位了 那或者是我就继续晃晃晃晃 晃了三几岁 我也就跟哪一个当时的感情的 定下来的一个女朋友 就定下来了 我们也没了 所以我第一次就说 回头这样看一看 你会跟现在这个旁边的 的打呼的男人或女人在一起 你不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像仿佛是注定的吗 是 对 因为你在前面的任何一个关卡 转个弯停下来 或者是就没有了 对方就没了 所以难怪张爱玲会说 有时候就是在那个转弯口 不多不巧 对不对 就不多也不早也不晚 就在那个时候碰到他 那就对了 人生刚刚好 就这么回事 感情就这么回事 所以食品你看就这么 这么有文采 随口一说张爱玲 张爱玲就出来了 你看 因为其实在数位国中的时候 他还曾经你去演讲的时候 他瞄过你一眼 他就 他说他第一次有印象 就是说 听过一个作家叫蔡志平 到天母图书馆 他就在看了一下 对 我们还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 他知道 他很小的时候见过 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看过你演讲 但你就可以想见 他那时候也绝对 不会想到说 这个演讲的大叔 有一天会成为他的老公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想到说 晃出来一个小女生 秀气的小女孩 未来会怎样 对 甚至你那时候 可能都还没注意到 有这么一个小女生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把书名定成 日常集永恒 除了说这40篇文章 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的观察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 我后来年纪大概越大吧 我就常会想 那么多的小说 或者是电影 他们为什么在讲一些 非常深刻的感情的时候 他其实不是讲一些 了不起的时间 或者是了不起的日子 你看那个心灵捕手里面 那个麦特代蒙 他的导师 就是那个 罗宾威廉斯 罗宾威廉斯 他两个互相在挑战对方 你说一个心理话 我说一个心理话 那个麦特代蒙突然问他说 你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你会那么想念你的太太 太太过世了 对 罗宾威廉斯就讲了说 我记得那答案 对 他说我喜欢他在被窝里放屁 你晓得那个听起来好像很奇怪 可是各位再想一想 你会在一个人的面前 不掩饰的放个屁 表示说 你把他当成自己人了 完全是家人了 是一个亲密的 而且放完屁之后 还可能先生会说 你怎么放屁啊 然后在被窝里面 就这样互相打来打去 结果太太过世以后 罗宾威廉斯怀念他太太 是这个画面 这就是日常啊 对 这就是日常里面 所以我才说 也许我们不用讲 什么多浪漫的话 可是我自己会注意到 我太太穿鞋的姿势 我太太买花回来的时候 她把一个房 一个家里面的花擦好以后 那个客厅突然间亮起来了 她会在我看完书之后呢 或者那个咖啡杯没收走 或者喝啤酒的瓶子 没收走以后 她会来低估两句 把那个杯子拿走 顺便拿布 把那个下面那个水渍擦掉 这些细节 你想想看 其实到最后 都是维持一个家的明亮 家的那种温馨的一个元素 对对 对不起 我举一个比较不适当的比喻 新加坡为了推广这个家 她曾经推出一系列的 这个宣导短片 其中有一个是 在一个告别式上 她的老婆上台 她说 大家都多么赞 赞美我老公 我不做这个事情 我说 我要叙述 她说 她老公 每次睡觉的时候 打呼 打呼打到 对 把自己吵醒 她说 发生什么事 然后她老婆说 没有 是外面的狗在叫 可是大家都在笑 对不对 然后最后她说 可是在我老公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我老公的打呼 让我了解 她现在还跟我在一起 对啊对啊 那个打呼就变成了 跟她存在的 对 那种感觉 那不是说那种吵闹 没错 所以刚刚视频讲 我就感同声地说 你平常是一种 noisy或干嘛 可是 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日常嘛 对 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我为什么后来 其实刚刚约回来讲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 大家知道我们互相诞生的时候 那个过程 我时候常会讲说 我其实比一般的男人 更实际一点 是因为 我觉得你一旦选择了婚姻 进入到家庭了 你其实就应该知道 这是一个责任了 比如说我们有了小孩 是 然后我们共同去 而且在这家庭中 你也才能看到 对方的很多的优质的部分 比如说 我看到我太太 在照顾她失智的母亲 照顾她的父亲 那时候在上海 突然间急性的重症 那一个多礼拜昏迷 然后送回台湾来 整个过程里面 你看到我太太 苏惟那种明快的处理 然后虽然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有一些口角 因为我的看法 可能有一些见语 跟她想法不一样 可是你在看她那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天哪 你自己身边的太太 原来处理 自己亲人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这么果断 这么样子 以她的健康 跟生命的作为优先 你就会觉得说 哇这我老婆 你怎么能 怎么能够不好好的疼 不好好的爱呢 有一天我倒下去以后 她可能就这样对我 她就这样讲 她不会不负责 就跑掉了 真的真的 你就觉得 所以我就说 爱是一种 我在这个文章里面的 最后有第39篇 我有一篇文章 我说它很重 它人生很重 我的人生比较轻 我说呢 我的轻是想让你知道 你无需扛下每个十字架 你放得下自己 生活中自有落花水面 接文章的雅信 我亲爱的妻子 你我终需体认 我们性格的差异 但我不怕 你的重 我的亲 终将交融出 水墨化一般的意境 如果我们愿意 继续爱的话 嗯 所以 所以不要误会 这四十封的浪漫情书 绝对不是单纯的偶像剧 它有偶像剧的成分在里面 可是对你实际生活 彼此的对待 它有很大的帮助 我太太还可以当偶像剧了 我是老偶像了 你也算偶像剧了 偶像的爸爸了 世平提到他婚前的那个状态哦 就是说 其实 我知道的是 嗯 你之所以到四十多岁还不结婚 我刚听你不是暗示你 什么听不能讲 我只是不小心听到你 哈哈哈哈 你们两个在干嘛 我身边好像多余的 你们两个好朋友 他实在知道 咱们踢来踢去 我们两个是要维持恐怖平衡 太恐怖了 彼此知道太多 好继续 你知道 因为哦 世平其实我觉得他是 害怕 当他要进入婚姻的时候 是 他就要背负很多的责任 嗯 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有很多的日常琐碎 其实我觉得那个对婚前的他来说 是他会犹豫的一个 一个点 因为他是野良犬啊 对不对 嗯 所以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副标题的时候 我会特别有感 这样的一个男人 然后进入婚姻之后 现在反而 觉得说 这样的日常是多么值得珍惜 真的 因为他就是永恒 没错 我觉得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真的是很美的一本书 不只是他的文字美 还包括了这里头所 透露出来的 这些的散发的那种美的感觉 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很美好的世界 很美好的人生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 所以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请视频来谈说 这样的美好 当然你刚才提到说 书伟自己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可是你自己 是不是也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的改变 在这个部分 很重要 对 我们也来谈一谈 马上回来 12点45分 欢迎回到九一七 在一起 POP Radio 台湾流星 广电台 POP抢千报 我是张诗诚 我是汪永和 来到现场是 这个蔡视频视频 谈的这本新书 才上架的 我该怎么对你说 日常及永恒 蔡视频的 40封浪漫情书 强调一次 对啊 情人节嘛 送给 就是我对我太太的承诺 也是送给所有 所有的朋友了 适用所有的情人 所有的家庭 对 不是不只是蔡视频 跟你说回 对 所以视频自己 本来是很怕 那种日常琐碎的 可是现在反而感觉到说 日常有它的美好 因为它就是永恒 你知道吗 我其实在我写上一本书 这个回不去了 然而一种爱的时候 我就其实就已经在 我最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 常会用日常机用 比如说 像我们母亲好了 我现在常会想到 我母亲做葱油饼 然后那一回家的时候 我妈妈教我怎么做葱油饼 你晓得 我看他做葱油饼的时候 我突然就很有感觉 你晓得 就看他那个手已经老了 老人般 可是呢 就想到我小的时候 他做葱油饼 我们家四个小孩 他葱油饼做来不及吃 就是他做完一个 一回头下一个就吃完了 当然 我妈有一次做 做了他们一个钟头以后呢 四个小孩子 一回头一看盘子里都空的 然后还叫饿 然后我弟弟还拿一个盘子 说快点快点 妈妈快点快点 我老妈就把那铲子 啪一声一甩 就说不做了 你们干嘛 可是我后来长大 回想这个画面 想想看我妈多辛苦 四个小孩都在发育中 然后她一个人在那边 照顾四个小孩 吃葱油饼 她做不及嘛 根本来不及做 可是这种日常就变成永恒 我记得那时候 出那本书的时候 我写了一篇文章 讲我妈妈做菜 我一个朋友就 传一个脸书来 她说她大哭 因为她说她妈妈 很喜欢做 她家里小时候 江苏人嘛 很喜欢做野生的黄鱼 鲍鱼 可是那种鱼很贵 所以要偶尔才做一次 每次做的时候 她就站在那个门口 这样子看 她妈妈就会 撕一小块肉 放在嘴巴里 她后来到了国外 她妈妈过世以后 她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 吃到那个菜 当场就掉了 因为那就是一种日常 那种永恒的日常 变成永恒 所以我才说 我这本书最大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 两性之间 婚姻之中 一定有很多的日常 你都视之为当然了 比如老公打呼 老婆念你 或者是两人 为了家里面的某些事情 在那边 互相吵来吵去 可是这些都是日常 日常就会成为 将来你最怀念的永恒 真的 那我想情书 其实就是写这个 就是 也没有多少浪漫的话 也不过就是 我们平常的财卑员 讲述 我觉得 要试图抓住 那个感觉 而不是去讨厌 那个感觉 对不对 然后把它 努力的提升到 比如说你把它写出来 以后 太太就会觉得说 哇 你会注意到这么多我的细节 真的 他就会觉得你有在看到他 对你有在注意他 那这就是增加很多感情上的进步 对 所以在这段婚姻的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一定有很多的吵架 那你自己做了哪些努力 你觉得 比方说 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 我太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像我们 比如说 好了 我们去个地方 她可能就会利用那个时间 把所有的想要看的东西都做完 我呢 就会觉得说 天哪 好累哦 休息一下吧 明天再说吧 她就觉得说 你都出来了 干嘛 干嘛休息 你回家不就休息了吗 一个是觉得说 我既然出来了 我当然要善用时间 一个是觉得说 我既然出来了 我当然要好好放松 我休息一下 我现在很多人 很多夫妻都会在婚姻里头 旅行的这个事情上 露出两个 双方的很多的争执 我是属于休息型 可是我后来在这篇里面文章 我写了一篇文章 就在这个 这本书的情书的第九篇 我说 我该怎么对你说 也许一生只要记住那一天 风红树下的你就好 为什么呢 我们在讲说 我们去年到日本 我们在逛逛 我太太突然说 他想要下去看那个风红 他看到一两颗 可是我们车子已经往上走了 这变成我们要回头来 那我心里想想 我本来想跟他想 我不要 他想说 算了算了 陪他走 我们就走 就走走走 我们真的走迷路了 我有跟他讲 我说 那个路可能不像你想的 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绕了好几个弯了 就他不相信 就走 果然呢 走一走 他就牵我手说 哎呀 不好意思 好像走错了 可是你知道 因为你陪他走了 所以他反而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是手牵的时候 就在走回来 走回来的时候呢 最后那司机 就要问我们干嘛 我们就说我们怎样怎样 他说哎呀 你早讲 回城的时候 我带你们去就好了 就回城 他看了那个树以后 风出他非常高兴 那我就把他写一篇文章说 我说 我刚才讲说 我会不追随你一路奔去吗 我亲爱的妻子 我会的 你放心 我没有任何确定 我人生方向的地图 但我有了你 有了一颗 异于感动当下 异于欣赏直觉之美的灵魂之期 我还害怕什么 未来的不确定呢 我笑着追上你 在冷冷的风里 在迟迟不屑的风红映下 你笑盈盈的张开双手 等着我 我会记得这一幕的 我就我就说 我的变就是变在 我现在会调整自己说 好吧 你既然想 我就陪你走一下 但是我会告诉你说 肯怕你要有一个准备 没有你想的那么短的路 那结果呢 你陪着他 所以他就觉得你陪他 可是那走走 他越来越觉得 好像你提醒的蛮对的 好像你提醒的蛮对的 的确 他本来以为五分钟 走了快半小时 还没走到 在以前的话 蔡日平可能就跟他讲说 我就跟你讲那个 对 没错 以前我会这样 对 那现在我就不会用这个方式讲 我就说好 你要走 我们就陪你一下 走走看 而且你知道视频现在很高调 他们这些行程 我都知道 为什么 脸书上都经常在晒恩爱 包括今年去泰国 过生日 我记得了 对不对 也是晒恩爱 也是在曼谷的 36度的高温下 走了半小时 走到最后 两个的火气就上来了 就找个地方吃饭 对不对 人家为了让你好吃 这么好的身材 对不对 人家用心良苦 但这里头 书里头 同样的一批 我觉得有一句话 我觉得也很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你要告诉大家 是说 真的很不值得 有时候吵架 到底在吵些什么呢 想想真的很不值得 您在上海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只是那时候你采取的 就是一个不好的做法 对不对 没错 我刚刚讲 我以前我可能就会讲说 我觉得就是这样 而且也的确照我说 你跑到八几楼去 全部雾蒙蒙 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呢 我后来上去了 我太太果然就跟我讲说 哇 什么都看不到 可是呢 因为他看到我上来了 我就刚才说 没关系吧 坐一坐吧 喝个杯酒也好 你晓得大家感觉就对了 也就是说 有时候夫妻 是要一起来 努力的完成一些什么 你也许有一方 知道这样做 不一定完全对 可是对方性质很高的时候 你干嘛去出这个眉头呢 干嘛去泼他冷水呢 泼他冷水干嘛呢 所以我现在调整就会 那我们做做看吧 对 就陪他走一段冤枉路 也许路上还是会看到 其他很漂亮的风景 对不对 而且就算 那个风景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是两个人并肩同行 走一段 也是挺好的 也是没错啊 也就成为一种生命中美好的一专 所以我提醒我学弟周守迅 你的老婆随时在实验新菜 你就吃吧 没关系 不要抱怨这么多 他不敢 周守迅先生呢 你就看看啊 回去的时候 我送了一本给这个汪永和小姐 对啊 你在床头的时候 把这本书拿过来 翻一翻 翻个几篇 同样的 诗诚的太太呢 也一样 我送了一本给你的老公 郑诗诚 如果你发现到 书怎么样都找不到的话呢 跟他要 好不好 他一定是把它藏起来 我告诉你 很多男生会讲说 你知道这世界上 为什么有所谓的模范先生 模范父亲吗 是 就说那个模范 两个字 一直都说 就有代表就可以了 家人 家人不用 但当然这本书 真的是很棒 很值得大家来谈 不过 我还想谈一下 就说 视频刚才提到的 其实很多人会担心未来 但你在这个婚姻里头 你领悟到说 把每一天 踏踏实实的过好 你的未来就很好 对不对 对啊 因为 说实在的 你每一天每天的 如果你现在都还没过完 你就想着 明年会怎样 下一步会怎样 我这我太太教我的 我太太是一种 我不晓得 我觉得女生就很奇怪 女生真的很重视 每一天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去旅行 五天 如果五天行程 我太太每天会换一套衣服 我呢 一定就是一条牛仔裤 一件T恤 五天就打死 还好内裤每天换 那那那那 好 所以可是为什么 可是我后来就慢慢 我就观察我太太 我就发现到 他是把每一天都当成一个 在陌生的国度里头的一种 一种人生的艳遇 他要给别人 也给自己一个 开开朗朗的一天 我就在这边学到了 一种生活的态度 因为我这种态度的话 就五天其实出国 跟没出国 没什么差别 那可是我太太告诉我的事 每一天都当一个 不一样的一天 他在enjoy那个过程 对对对 不是在应付 我觉得我观察 这部分以后 我太太对我很大的影响 对 我觉得只要善于观察吧 每一个人都可能去 调整自己 也调 也适应对方 成为一个最好的partner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本书很值得推荐给大家 真的 因为真的 你看了以后 你自己 我觉得你会 本来对生活当中 你会觉得说 好繁杂的那些事情 你反而会有一番新的体悟 会觉得说 如果现在我就用相机 把它框起来 把它拍下来 也像是一个停格的画面一样 其实它停格在你的记忆里头的那样的永恒 其实是会是很美好的 这本书当然我写完以后最大的开心的部分是 我相信我太太在一段时间之内会对我非常的好 他是跟我说五年了 对对对 我说书为你人太好了 他如果一旦要发脾气的时候 赶快把书拿起来说 念一段 你看一下第39篇 你看一下第17篇 他会说 你看看你当时怎么做的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是啊我觉得每个人 听众朋友买 男生男生女生都一样 男生都买回去的话 如果老婆女朋友发脾气 就翻开 我们看第35篇 看一下 但就怕女朋友气更大 你看人家蔡世平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 每个婚姻都很独特了 对 好这边我们要告诉大家 8月7号在信誉成品三楼 蔡世平跟宅女小红就要来对谈这本书 还有8月13号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半 刚刚8月7号也是晚上七点半 是在Bowen的杂志图书馆 跟张希也是现在网络上头非常红的一个这个年轻朋友 唱报安排了两位年轻的世代的女生来跟我对话 还有跟大叔老伯对话 是吗 还有14号25号其实 那在高雄了 对 而且他是朗读了 我就会朗读了 这个14号是在高雄的台旅书店 有个朗读跟签书会 8月25号礼拜四回到台北金士堂陈中店 我会在那边办一个我个人的朗读会 上一本书也有朗读 所以这是以后的可能是惯性 因为我还是希望大家去感受文字的美好了 最重要是作者声音这么好听这么帅 也是跟两位一样啊 做广播的吗 所以很高兴这个蔡志平 叔昨天才铺上架 今天他的第一部宣传 感谢两位 第一次宣传 就给了我们POP抢先报节目 非常感谢蔡志平 祝福上的新书打卖 谢谢 谢谢小师妹用和 谢谢师陈 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抢先报制作人高培萱 企划制作蓝婉珍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一二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